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是 天降的騷亂案 絕裂的一劍 我知道 現在應該有人聽得懂 這個是什麼關卡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兩個關卡了 對 沒錯 安希拉的這個 潛人解放 我剛剛講錯是第三次 是嗎 好啦 生娃 怎麼一直在講潛人解放 雖然說西游鋼解放 12顆 12顆 這就是小心天降就好了 我基本上 就是先消豬 哎唷 好可怕 313 326 3x9 10 10顆而已喔 還不夠喔 千萬別天降 哎唷 喂啊 其實這麼多顆 掃下去應該會掉 123456789 10顆 好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假如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消了 有了 123456789 10 111顆 沒關係 我直接讀天降應該是沒問題的 畢竟這樣很衰才有可能的 好 這關卡還不錯 只有兩關 呵 呵 這個的話 25顆 好 他會幫我轉心 所以 大家知道應該該怎麼做 就是那隻不能殺到 要指定一下喔 喂 喂 這樣應該差不多了吧 哇 這一波沒帶走 我就要被帶走了 可是現在不消也不行啊 盡量做5555 這個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從這邊消 做55就從這邊消 應該有了 這樣應該是有了 應該有了 這樣應該是有了 Velry good 這樣就等於是通關的意思了嘛 雖然說我不知道這隻威力多大 如果這個 有一滴一滴血這樣打應該還蠻舒服的 剛剛我有點起人憂天了 這個第二隻暗希臘 基本上 第二次安西大基本上它是沒有進的 這個它是破圖的 它是沒進化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掉落珠會有差 昇華3的 接下來為大家拍的是昇華4的部分 這部分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